年初以来 全省发改系统早安排 早部署 早调度 早督办 谋定全年10%的投资增长目标不放松 谋划一批富有时代感的高质量项目群 全力推动投资和项目开工落地 确保一季度实现良好开局 以投资的劲 促经济的稳 在盘景 全球高新材料铜箔单一产能最大厂商 长春化工投资1.5亿美元建设的 二期铜箔项目正加紧建设 目前 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进入设备安装阶段 可比预期提前三个月竣工投产 我们预计可以提前到9月底 能够正式投产 因应电动车的需求 我们三期也已经开始在做可研的规划 然后配合国家的绿电发展 在封电的方向 我们还养素质 现在二期投产 三四期已经在规划 也在一些可研当中 在瀋阳市浑南区 瀋阳航空产业园 二期项目主体建设已基本完工 今年6月份将正式投入使用 下个月 总投资超过30亿元的三期项目 也将破土动工 明年打产后 将成为国内唯一一个技术先进 配套完善的动力类航空产业集群 可以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 可以内部循环的这么一个财业集群 通过一个集群化的发展 可以形成一个协同战斗能力 更强的一个航母 通过三到五年 可以快速地打入到国际市场 今年以来 全省各地卯足干劲 狠抓项目谋划推进 本西市四山陵铁矿 采选工程 承大疫苗 华润三药项目全面开工 锦州市围绕东北陆海新通道 和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谋划推进100个项目 复兴市总投资10.5亿元的 川州500千伏输变电工程等 16个大项目开工建设 葫芦岛市清洁能源基地 出具规模 和风光电总装机容量 近1000万千瓦 省府示范区 省府信息技术产业园等 20个项目 申请列入省重点项目清单 沈阳市787个项目 集中开复工 年度投资额数量 较去年实现了双倍增 提现了高质量 大项目数量多 投资规模大的特点 我们50到100以上项目6个 包括省和区 大家职业金融中心等项目 我们11到50亿 其实有个 包括混产区 国家材料研究中心等 做大项目 全力以赴抢项目 背项目的同时 全省上下持续帮项目 夯实高质量发展底盘 大连市建立 五机制三保障项目 推进工作体系 辅顺市制定 县区政府一把手项目清单 丹东市召开 项目年继专项工作表奖大会 安山市强化政策利好 抓好精准招商引资 加快形成产业发展多点支撑 银口市对710个项目 建立目标责任制 辽阳市开展全市项目落地年活动 铁领市开通送资金 送政策 送项目三服务直通车 朝阳市召开全市高质量项目建设年 动员大会 建立五机制三保障项目推进工作体系 继续实行市委书记的G调度 市长的月调度 副市长周调度 各地区部门随时调度的分级调度机制 聚焦重点项目要素短板 努力破解项目推进中遇到的瓶颈难题 精细 精准 高标准 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切实解决项目建设最后一公里问题 目前 省发改委 已经建成全省重大项目管理平台 通过数字化手段 加大全省项目雕度力度 推动建设项目数量持续增长 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预计一季度 全省开复工项目5049个 同比增长13.23% 可完成投资超1200亿元 我们将着力提升 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战略要求 转化为具体项目的能力 按照清单化 项目化 工程化的原则 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推进一批省级重点项目建设 政策要素靠前发力 贴近服务市场主体 加快项目前期工作 强化督导考核 通过高质量项目建设 形成落实新发展理念的 生动画面和宏大场景 本台报道